女神郭姓纯一举摘金 下午决赛的时候 位在台东老家的亲友 也守在电视机前面 帮他集气加油 而郭姓纯也不负众望 顺利地拿下了金牌 亲友们还在家门外 放鞭炮庆祝激动的欢呼 虽然郭姓纯这一次 他没有突破自己创下的世界纪录 但是2013、2017还有2018年 郭姓纯三度夺得了 世界举重锦标赛的金牌 2017年个人停举最佳成绩 142公斤一举刷新了世界纪录 而今天在奥运摘下金牌 也如愿完成生涯金满贯 也成为三项奥运会纪录保持人 亲友守在电视机前 看到举重女神郭姓纯一举夺金 兴奋的尖叫 台东老家更是放鞭炮庆祝 现场十分热闹 鞭炮轰隆轰作响 家人实在好开心 郭姓纯27号下午 挑战举重女子59公斤即决赛 老家亲友拿着加油打气的字卡 为郭姓纯集气 为了看直播赛事 郭姓纯的奶奶尽管身体不舒服 还是坚持守在电视机前帮孙女加油 台东宪府也特别在大礼堂架设大萤幕 欢迎乡亲父老一同替郭姓纯加油 比赛结果出炉夺下金牌 郭姓纯的妈妈好高兴直呼心放下了 已经揪了一下 心放下来了 他有相信姓纯 姓纯的实力有到那个 他也树立得金了 启蒙教练也感动落泪 想对郭姓纯说 我们做到了 我们终于拿到这块金牌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我都发现 他一直在成长 每一次比赛他是为自己而战 终于我们达到了 另外指挥官陈时中 也相当关心郭姓纯的表现 我们要请大家看一下 疫情在第一个时候 其实也给郭姓纯的社会 都会有强心的 郭姓纯不负众望摘下金牌 如愿以偿完成生涯金满贯 也成为三项奥运会的记录保持人 记者刘灵祥台东报道